台湾第一民主党 这次推派六位候选人参选基层 地方选举颇有斩获 其中三人顺利当选 党主席石信荣投入南投首届 平地原住民议员选战 六抢一局面获得两百票 险胜五党籍陈又瑞一百九十九票 仅以一票险胜 高雄纳马夏区长则是由徐初世 对上现任区长白样一丝力断 拿下一千零八十一票 而台东陈公正乡民代表 杨世光九抢六局面夺下一席 第一民主党首度投入选战 就有高达五成的当选率 但是这个已经给我们台湾第一民主党 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鼓励 也跟支持 甚至于说也给我们 整个台湾原住民主 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带动 会给我们党很大的信心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过去两年在做的事情 实际上有很多的原住民选民 跟乡亲是有在注意 有在看的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会坚定的走向 我们会专心做好原住民的事 然后再寻求其他蓝绿两党 或其他的政治的团体的合作 台湾第一民主党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中旬成立目标 就是要以体制内路线进入国会 争取原住民权益法制化 并跳脱蓝绿统独政治色彩 首次投入选战就旋出捷报 表示努力会将影响力发挥到最大 那另外因为我们的党所努力的事情 很多都是跟政府跟中央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三位的当选人 但是我们党会积极的把这个三个席次的功能 跟影响做到最大 第一民族党成立短短两年 六人参选 三人当选 拿下不错成绩 主轴定调希望为原住民族发声 目前有250多位会员 希望借由参政让原住民族声音 能够跳脱蓝绿两档框架之外 也提出扎根部落 关心都会原住民族方向 记者综合报道